中国国家卫生当局星期六报告新增2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自2021年1月以来中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首次上升 与此同时,中国多个省市截截区 享全力以赴应对奥密克戎毒株的蔓延 中国新增2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都是这波疫情的重灾区吉林省 到目前为止,中国累计的死亡病例达到4638宗 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六报告新增本土病例2157宗 其中1674宗在吉林省 吉林省已公布旅行禁令 没有警方的特别许可,不能夸区旅行 自从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以来 中国政府一直在继续实施成功但繁重的清零政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